联合国有个预测到2030年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将住在城市里 联合国表示城市的贫困比农村要增长得快 为何众多的城市人口如何为众多的城市人口提供粮食和蔬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一些专家认为城市人应当更多的尽可能的种自己吃的粮食和蔬菜 马里兰州的巴尔地摩就已经开始把城市面上的一些无人区变成了种植园 我们来看另外一位市的报道 巴尔地摩在二战的时候人口最多达到高峰 目前人口比当年少了三分之一 城里的一些地方出现无人区 不过在这后工业时代的废墟上 有些被遗弃的房屋开始出现生机 过去这一代犯罪率很高 这块空房区原来是贩毒的场所 现在不一样了 农场的管理人龙恩本身就来自这一代 他就职于大城市农场公司 这家公司头一个欠了租约 在市政府拥有的一些空房区种粮食 波斯福尔市公司总裁 可以在城里开辟先河创造就业机会 这正是意义所在 既开辟了良好的食品来源 又创造了好的就业机会 这么多空房现在就是这些大垃圾堆 把垃圾堆变成新鲜食品种植园 对巴尔蒂摩这个拥有一万七千所空房 失业率徘徊在百分之十的城市来说 解决不少问题 巴尔蒂摩市规划部门的卡克女士说 本市希望在今后五年内 将八公顷的空房租给愿意在城里 那将给我们减轻照看无人房屋的负担 还将给更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 带动本地经济发展 让更多的人到这里来 我知道已经有些人 因为想要成为城里的农人 而搬到巴尔蒂摩来 对波斯福尔来说 在城里种庄价好处很多 巴尔蒂摩绝大部分粮食蔬菜 都是从全国各地运来的 但是大城市农场所种的蔬菜 距离最近消费者只有15公里的距离 我在割菜 24小时内 蔬菜就到了顾客的饭桌上了 蔬菜新鲜多了 对于兰草饭馆的厨师泰森来说 刚从地里摘来的蔬菜再好不过了 我们这儿用的胡萝卜 有时候是一个多小时以前 刚刚摘下的 味道那叫一个鲜 波斯福尔已经证明 任何地方都可以种植新鲜食品 大城市农场的第一个农场 就是在一块沥青地面上开品 那地方坐停车场已经有三年多了 后面这块地 过去是市里的一个停车场 在利兴上面 其实只要放几英寸的肥料 再铺上一层塑料布 跟利兴分开就行了 他人是农场做的 就是在人们想不到的地方发展种植业 这也包括员工的发展 农场经历龙恩 过去就曾经因为持有毒品而蹲监狱 社区需要改观 我自己因为过去有前科 别人要是知道我都能重新做人 他们也能改过自新 以新面目看待人生 生产新鲜蔬菜 这就是大城市农场 希望在美国各地都能带来的变化 亚洲移民是美国人口当中 增长最快的少数族裔的群体 那么华人移民更是从19世纪中期 就开始在美国扎根了 在美国的大城市 几乎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唐人街 不过很多美籍华人 都已经融入了美国社会 不再住在唐人街了 而是住在城市的郊区 洛杉矶是华人聚集的 聚集最多的一个地方了 下面的这一个报道 就是有关唐人街在美国的发展 从旧金山到纽约 人们纷纷来到唐人街 有的下馆子 有的买纪念品 不过洛杉矶唐人街博物馆的 负责人是李芬芳说 美国大城市里的唐人街 现在主要为旅游者服务 有礼品店 有适合美国人口味的中餐馆 我觉得那些餐馆都不能说是 纯粹的中餐馆 因为饭菜都很美国化 不过唐人街过去是来美国的 中国移民唯一可以合法居住的地方 19世纪中叶 来自中国南方的移民出到美国 淘金做苦力 1882年 美国禁止中国移民 对华裔的歧视导致了唐人街的创建 因为不能带家人和妇女来这里 最初的移民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社区可以发展 所以就将目光转向外部 开创了以旅游为基础的商业格局 弗莱德王今年73岁了 他在洛杉矶的唐人街工作和生活了15年 他是10岁来美国的 那时候移民禁令刚刚取缔 不过他来美国并不是跟随生生父母 我们家那时候有六个孩子 父母负担很重 就把我卖给了别人家了 弗莱德王说 目前在洛杉矶中国城里 大多数是华裔老年人 新移民都住在郊区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周敏教授说 过去30年里 来自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移民 大多数以学生身份来到这里 然后留下的 这些新移民他们想买或租整栋的房子 而不是住在公寓里 他们同时还想住在好的学区里 所以唐人街对他们没有吸引力 黄国文来自西安 他在洛杉矶东郊华人区开了一家餐馆 像很多移民一样 他买了一栋带车库的房子 在中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美国这边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 独立式建筑更多一些 在美国很多中国移民都做得很成功 但是洛杉矶唐人街博物馆的史蒂芬王说 在美国还有75万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 他们都在等待美国国会改革移民法 让他们的身份变为合法 无论是通过合法还是非法途径 大批移民到美国来 是为了让自己生活更好 也是为了让后代有更好的前程 在这个电子游戏和影碟的时代 对很多孩子 特别是城市里的孩子来说 已经很少有机会在户外玩耍了 不过一位退休教师认为 传统的户外玩耍 对大人和孩子都有好处 应该鼓励人们经常到外面去玩耍 我们来看VA卫视的报道 一个星期天下午 华盛顿郊外一个住宅区的街道上 暂时不准汽车行驶 因为这段时间 这里是专门供大人孩子 在户外玩耍的时间 这是我的健身活动 天这么好 我们决定出来玩 我喜欢玩耍 我们都喜欢玩耍 所以我们出来玩 在马里兰州的塔格玛公园 这一天是玩耍日 这是老住户拉姆巴格 和他手下志愿者一起组织的 五年前拉姆巴格创立了 塔格玛玩耍日 我们邀请所有人 不光是这儿的居民 都一起来玩耍 我们希望所有的人 都能够出来玩 在这一代 拉姆巴格是有名的玩耍女王 她是前不久才退休的 之前她一直在 华盛顿的一所高中教体育 整整教了三十年 她说 人们应该每天都出来玩一会儿 特别是工作一天之后 最近的研究显示 社会上所有人 要是都能够抽时间 玩一玩的话 心情就会好很多 压力会减轻 会变得更开心 对生活也会更满意 她说 无拘无束的玩耍 对孩子们来说 尤其有帮助 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 学会通过沟通 和别人达成妥协 学会善意待人 累积新的精力 学会新的游戏 他们还可以穿着 周围邻居捐的戏剧服装 进行想象中的探险 孩子们穿上戏装 以后玩耍 会变得很有创意和想象力 过去他们可能 没有试过这样做 卡瑟曼带着 两个年幼的孩子也来玩 他们俩都挺享受的 我觉得这种传统的玩耍 对孩子很好 现在孩子们一天的活动 经常是排得满满的 而且大多时候 都在玩电子游戏什么的 卡瑟曼说 户外玩耍 也是邻居之间 互相认识和了解的机会 我觉得整个街区的人 有机会在一起玩 形成某种 街坊邻里的关系 是非常好的事 拉斯金在 玛蚁兰州的参议院里 代表塔克马公园区 他认为这也是个好主意 我觉得可以在整个州 乃至整个国家 进行推广 不过真的需要 整个街区的人都动起来 让孩子们出来玩 这正是 拉姆巴格下一个大目标 我决定要成立一个 非营利组织 叫做全美国都出来玩 目的就是要让各个住宅区 城镇和城市 都上街玩耍 拉姆巴格希望学校 也能够像他一样 推动这个活动 而且希望美国上下 所有人都抽时间到户外玩耍 受用武穷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